欢迎回到1900台湾大头条 我们带你看看国民党 今天可是举行了中常委的选举 不过大家说他怎么又没有现身呢 这是荣誉主席连战 那么当主席马英九今天当然现身了 他亲自参与投票 今天很重要的是要选中常委 但是荣誉主席连战再一次缺席 这是继之前的拳代会之后再次缺席 两人似乎刻意地亡不见亡暴直距离 因此大家说连马心结 那么在这个台面上面又浮现出来 其实先前中研院的院士许章云 他曾经发起了说投废票的行动 连战也表示支持 他说两党好像都提不出具体的证件出来 让外界猜不透 现在连战心里到底想什么 他到底停不停 马英九 没没东西国民党荣誉党主席 但中常委选举投票 只看到吴伯雄却不见连战人影 妈妈今天怎么没来啊 我因为知道你们要问他问题 他都不要来 开玩笑就好 连胜文幽默应答 但遇到有马英九主席参与的场合 连战没现身 王不见王 已经不是第一回 他今天因为出国访问 不能来参加大会 但让我们一起鼓掌 向连主席致敬与致谢 7月2号国民党全代会 连战父子因为出国全部缺席 8月2号吴伯雄 坐东请吃饭 马总统连战也是一个前脚走 一个后脚道 同场不同台 真的好凑巧 连马辛杰盛销 陈尚甚至中研院院士 许卓云发起2012投废票 连战也透过友人表示支持 连战接接表达 忧心国事有无力感 只是一再和马主席保持距离 也让外界猜不透2012马无配 他到底挺不挺 3D新闻照报导